謝謝主席,麻煩有請文化部長次,還有公事總經理 公事 市長,還有總經理早 好,我想我長期以來非常關心公廣集團的事情 當我自己還是學者的時候,我就非常重視公廣集團是不是真的能夠落實公共化的理想 我想這段陳述公共電視屬於國民圈體,其經營自主不受干涉 市長跟總經理應該都是贊同的 在我今天要提的主題以前,我先回顧一下過去曾經發生什麼事情 過去曾經有某一個立法委員講 你們不知道現在是誰執政嗎? 公事新聞竟然還在罵總統 如果你們不改變,我們就要動手,呼呼的頂來 有聽過這樣的話嗎? 應該是不會啦 應該是不會,這個是公開發言 是誰我就不要點名 發生在2008年到2009年 現在政黨也要輪替 我對公事有很高的期待 希望這樣的事情不要再發生 朝野政黨不管是誰執政 對於公共電視在播寶新聞的專業性跟獨立性 我相信前面的這句話 公共電視法第11條寫得非常的清楚 結果那一年,顯然給公事這樣的警告沒有收到 結果在立法院裡面,把公共電視的預算凍結 把公共電視修法,董事從11到15,增加到17到21 這段歷史我相信兩位應該都清楚 2009年12月監察院調查報告 新聞局曲解公事董事會、董監事審查委員會 推舉組成的經驗 在辦理整個推舉作業的時候,未徵合法 同時為了要盡速達成目的 沒有按照慣例辦理 竟與要求變更全職機關原簽意見 其中,著橫斑斑,問亂體制 這不是我寫的 就是監察委員吳豐山 在他的調查報告裡面 針對我剛剛所講的 整個公共電視董事 人數擴充還有改選的過程 他所做出來的調查報告 來,去年 他的地方法院判決 要求文化部 賠償前公事董事長鄭同僚 還有其他 對你們以家處分 禁止行使職權的董事 要求你們賠償他們 因為那一個非法的假處分所造成的損害 這個案子次長知不知道 我知道 現在這個案子的進度怎麼樣 這個案子我們還在上訴之中 那上訴的理由是什麼 上訴的理由,我們認為當初的整個的 決定的過程呢 我們並沒有 違背當時的一個法令的規定 那顯然台北平方法院 跟你的意見不太一樣嘛 那 沒有關係啦 台北平方法院第一審的判決 我全部看過了 那我滿有興趣的啦 就是當初你們上訴的決定 是怎麼做的 但是我們現在講這些都太早 我現在只有問一個很具體的問題 如果到時候判決確定 文化部要賠,這筆錢時候要出 因為整個判決的結果還沒有出來 我知道 如果判決確定 文化部要賠,這筆錢誰要出 這個到時候我們還要跟我們法國會這邊來研究一下 我現在只要求一件事喔 判賠確定以後 文化部內部 要組成一個調查小組 搞清楚這筆錢應該要誰出 如果是在那個過程當中 有人做了法律所不容許的事情 導致國家最終要負賠償責任的話 當初做決策的人 他必須要自己賠這一筆錢 不可以讓全體的納稅人幫他買單 我這樣的立場不曉得市長贊不贊成 我想等判決確定之後呢 我想我們會再進一步來思考 怎麼樣處理這個事情 沒有關係啦 這個案子還會繼續發展下去 那我相信文化部也都會在 雖然現在要換人執政了 但是對於責任的追究 事情一馬歸一馬 誰做了什麼決策 該負什麼樣的責任 我們該追究的一定要追究到底 今天公事的董事長有要工沒辦法來是不是 董事長有准價 董事長有總經理 這個是華市現在整個經營的狀況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來 非常的糟糕 我想要請教一下公事的總經理 去年三月的時候 董事會開會是不是 有決議慎重考慮華市 是不是還適合作為公廣集團的成員 是不是有成立一個研究小組 有關這個部分 好像是有啦 因為我是五月份才到任的 對啊我今天就 重點就在這裡 因為您才剛到任嘛 我也不想為難你 但是你們公事派了一個 沒有辦法回答問題的人來 那我們今天下面的議題要如何持續 還是文化部對這件事情 知不知道 基本上華市的問題我們是尊重公事董事的一個決定 對啊你們尊重公事董事董事 那公事董事董事今天只有總經理來 總經理今年才剛上任 那我接下來的問題誰要回答 還是公共電視就這樣算了 今天這個問題因為不曉得那個黃委員要問這個問題 那我們希望說帶回去 然後黃委員是不是立即講到用書面馬上恢復 我今天問的問題如果總經理能夠回答的話 就麻煩您盡量回答 如果不能回答你會會用書面補給我 會用書面要立即補給我 所以我想要知道的就是說 公事跟華市你們研擬成立一個研究小組 慎重考慮華市是不是適合作為公廣集團的成員 我想要知道這個研究小組目前的進度是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所看到實際的狀況是華市年年 剩於一個虧損的狀態 而公共電視是華市最大的股東 那這樣子的局面我們到底要如何的改變 那第二個部分啊 來我想要先請那個沈記長 來沈記長請 我們在那個 決算報告裡面有指出來 華市的積合人員在2012年執行內部積合 就發現內部的營業收入跟開地的發票 有2600萬的差異 可以具體的講這2600萬的差異是什麼嗎 是的 在我們今天這個事實上報告的16頁這邊 那麼他們其實積合發現 有2000多萬的這個差異 不過他這個到目前為主 他是還沒有查明他的差異也 您只有在帳戶上做一些轉捩的 對啊 這個就是我的重點啊 2600萬的缺口 不是一個小數字 2012年內部積合就發生了 我們現在是2016年 現在是2016年 這個事情還要於合理的時間之內 要查明主要差異原因 這個案子我們追蹤就是 他是委託會計師 再進一步來查明這個相關原因 到現在還沒有一個 對啊 沈記長以您的專業可不可以麻煩你告訴我 這個賬是有複雜到什麼程度 查了4年到現在都還在查 華視的內部積合是不是有嚴重的問題 我想第一個就是他的這個財務 他的這個內控 內控本身 他這個報表本身他有發現這個不遵守的情況 所以他整個內控 好 那我現在問嘛 針對他的財報 他的內控出現了這麼嚴重的疏失 沈記長按照您的專業 立法院做監督的機關能夠做什麼 是能夠今天在這邊質詢 然後您說我們再回去用合理的時間 雖然已經過了4年在他們去調查 還是我們接下來可以怎麼進一步追究責問 那個公廣的那個公市的總經理 您知道這件事嗎 知道 你知道現在處理的狀況到哪裡嗎 目前是公市的這個監視會 會同華視的監視會 在一起在做調查 然後集合人員也加入調查 什麼時候會出來調查報告 給一個時間 因為現在從事情發生到現在已經過4年了嘛 那一個這麼簡單的帳 可以查4年查不出來 現在已經委託外部會計師 在進行詳詞調查 調查報告出來以後 可不可以送給本院一份 可以 好 來我們再來看喔 華視資產活化計畫 現在我請教總經理 現在這個資產活化計畫的進度到哪裡 就是要把華視來幹飯店這件事情 呃 這個計畫是我們公市董事會 成立了一個規劃小組 裡面有6位董事成員 這個我了解 我現在在講的是這個計畫的進度 因為之前大家對這個計畫 有很多的質疑 也有很多的擔心 那我大概到了你們公市到文化部 到華視的網站去查相關的資訊 結果答案是一無所知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今天一定要問這件事情 現在這個計畫的進度到哪裡 現在這個計畫已經送請文化部 然後文化部也回函是說 肯定這個計畫 但是細節還要做進一步的研究 請文化部 這個案子我所了解的我們已經退回公市了 請他們再重新再擬定這個整個計畫 所以現在是文化部並不贊成公市所擬出來的這個計畫 那這個計畫會不會執行 是接下來是這一任的公市董事還是下一任會決定 應該是下一任 應該是下一任 那公市所提交給文化部的計畫 還有文化部的回函 是不是也可以一併給本院參考 因為這樣子根本無從監督啊 因為整個全部都鎖在黑箱子裡 然後這些資訊也通通都沒有公開 那這樣子要本院如何監督呢 我必須要再強調 我很重視 我也非常尊重公市的獨立性 公市的新聞 客觀專業 對於各個政黨各個政治人物 提出批評政邊 這都是應該的 絕對不應該受到任何壓力 但是我們今天在討論的 都是跟國家的整個財政有關係的事情 那這樣的事情 跟尊重公市的專業獨立自主 恐怕是兩回事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 你們剛剛所講的那個報告 還有文化部的回函 都可以一併送一份資料到立法院來 讓所有的立法委員都可以了解 那最好的方式啦 其實我是覺得公市就大大方方的 把你們的計畫到底是什麼 公告在你們的網站上 讓全民都可以監督 讓大家共同來看 我們要如何處理華盛的問題 OK 謝謝